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试另外一个茶 这是个小茶饼 这个茶饼是巴克写的个蒙字 蒙字可以理解为蒙发的意思 新茶蒙发的意思 那么大概率上来讲 这个蒙的意义其实就是春茶 而我们看到下面的还有一行小字 叫做有机生谱 那么有机茶在咱们国内 基本上就是 当然叫它台地茶呢 其实并不违犯啊 我们应该管它叫做现代茶圆茶 那么为什么有机茶都是现代茶圆茶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所崇尚的那些野生状态啊 它是无法通过有机茶认证的 这个饼鸭的还是中规中矩啊 中间这还有一个小凹槽 用杯烫盏 开泡了 把这个小家伙滴进去 好了 我们现在来正式开始冲泡了 这个茶其实是比较能泡的啊 和龙坞一样的水要放细 这种小饼呢 之前我是有示范过怎么去冲泡的啊 由于呢 它这个饼子呢 其实是比较结实的 因此呢 第一次冲泡呢 所需要的时间呢 稍微有一点点长 大概要个四十来秒的样子 呃 好了 时间大概到了啊 我们摇一下 免得烫手 看这个茶汤的颜色呢 应该是还没跑开啊 的确啊 这个饼子还没散 但是一下能扎过去了 整个都已经透了 只是还没有打开而已 这棒我们就不喝了啊 就温温味儿就得了 味道不是很浓郁啊 这个茶树的宁明一下不大 这次就快得多了啊 大概一会十来秒就可以出汤了 味道不是很咸 我们再尝一下 果然是相对比较淡的 但是蛮清甜的啊 这个茶呢 优势可能就是甜 好了 我们再来做第三泡 这一泡下来呢 那么它最浓烈的滋味 就应该完全呈现出来了 但这个时候 如果它依然还是没那么浓的话 它的滋味依然还没那么浓的话 那就是树莲的问题吧 好 看这个汤色呢 这个汤应该是非常非常浓了啊 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这个汤呢 比刚才是浓色很多了 但是这个茶的香气呢 现在依然是比较淫弱的 生活的那种浓强鲜爽 这个浓强子呢 不是很突出 那鲜爽呢 根本有点摊不上 那么这明显就是一个小树 这个叶色就是十分的明显了啊 来来看这个叶麦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小树 为什么来说呢啊 小树呢 它的生长十分的旺盛 所以呢 它这个叶麦呢 是十分明晰的啊 看着十分的囚禁有力 十分的明显啊 这是标准的小树的一个特征 等这个茶树长成了大树 甚至是五树的时候呢 它这个叶麦啊 尤其侧麦啊 就不会这么明晰了 一个呢 由于它的这个生长呢 进入了一个相对迟缓的时期 另外呢 也由于呢 它这个树罐呢 是比较茂盛的 所以它根系所负责的叶子呢 是比较多的 因此呢 它这个侧麦就不会那么明显 这个茶呢 还是勉强可以喝一喝的 那么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呢 还是把它喝完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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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